今天要帶大家估什麼車呢 我看一下 2014年 米智必須連蛇 欸 它的外觀你看 這個水切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這樣好不好 它有烤過漆 我跟你講水切會烤漆 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我一直覺得這台車怪怪的 不知道是掛在哪裡 有沒有動啊 沒有啊 計程車這邊不是會掛一個空車 第二個地方看哪裡你知道 這裡 費率表對不對 我就知道 我剛看那個編條我就覺得怪怪怪的 這應該有當過計程車 不要看我們WISH那個計程車拍完 每個計程車都開來拍我們是怎樣 我剛剛其實我在看這邊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欸 你看這裡有沒有 欸 好啦 所以這個就現出原型了 所以這個就是計程車 最後我們已估了 成交價格就是10萬塊 2014的Portis回來 應該整台車去要磨掉重考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哈囉 試車囉 試車囉 聽出這裡還很多聲音 這個聲音有多 有了 有嗎 一轉這邊 有 這一邊有 喔 這樣就有 後面也有 這真的好像整台車都送掉了 四個地方 對 腳都送了 後面的聲音比較悶 前面是橡膠的聲音 對 這樣子反而沒有聲音有嗎 對啊 轉向的時候感覺才有 對啊 這樣聽起來就正常正常 就轉向的時候聲音很多 嗯 還好耶 還好耶 沒什麼聲音啊 那就是要左右扭門大力的那種 路不平左右那種提取 好 如果以那個聲音聽起來像三角節啊 就是橡膠鍵 有沒有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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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聲音很多 很明顯 後面很明顯 反正現在前面沒有 嗯 後面這一種的 就會比較像避震器 你注意聽 它就是很快的 有 有一個很快的那個 它有可能是避震器 有可能是力壓槍 那你像前面我們聽到的就是橡膠摩擦的那種聲音 就不會是避震器 除非是轉向 轉向的時候 因為避震器上座啊 它有橡皮 會摩擦 也會有 但是剛剛那個聲音是 在下面 腳下的 這台應該只有底盤 問題比較多而已 其他影參與 其他影機拍起來還是沒什麼問題 回家也蠻有力的 呼吸中在後面 對 好了 是的 我們可以回去檢查一下踢躺 先來晃一下輪胎 你看 天氣太大了吧 我們來看是哪裡的問題啊 放一盒上頭 注意看會上下洞 後面破掉了 脫離的 它好的是像這樣 好的是密的 對 沒有脫離是密的 它會跟著那個橡皮 它這邊有一個固定的 固定橡皮的那個鐵線 你要看你的防塵道都好 然後你可以來拍這邊 傳送的內側 傳送的面向上面都是有 有 然後它是從鳥蓋後面露出來的 後面的避震器的 模型 懷 整個往上移了 有看到 有有有 整個往上移了正常不應該是這樣子 對啊 這邊也是啊 往上了 所以聲音應該是這裡 這裡啦 機會很大 那要哪裡會有聲音 最有可能的就是 這個下面 Bendia Champs 這兩個 以我們剛剛聽到後面的聲音 嗯 它其他看起來是沒有可能太大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灑車皮吧 裡面的盤子很多紋路 它前面看起來是都還蠻漂亮的 只是前面的皮比較薄 所以我們應該把前面的皮換掉 來吧 先來拍最精彩 後面肉有肉的一套補品 好吧 這一邊最明顯 這都是漏出來的 沿著這個邊緣 嗯 漏到下面去 然後你來這邊拍 這邊也是最多的 夠明顯了吧 這很明顯 對啊 這裡也是漏油 後面那個剛才漏油那邊 是算什麼固件 就是氣門式蓋電片 黑色蓋子的電片 旁邊這一圈 那其他看起來也是還好 剛開起來也都還可以 一代也沒有一 一代看起來很新 再來就是變速箱油 沒有張嘛 但是它已經十幾萬了 你不知道它有沒有換 嗯 所以就把它換掉了 來看一下 煞車油 這煞車油不用用底色了 很張 你看喔 有看到 好濁喔 這什麼顏色 不要開玩笑 火星塞要怎麼看 火星塞就是要看 最主要是看這個鍵器 有沒有這個已經0.9了 它上面是標0.8 所以它就超過了 好啦 基本上就這樣子 剩下的就是叫料了 我們要換的 兩支前面的Liacham 氣門式蓋電片 火星塞 方向機和上頭 然後前後來硬片 然後空氣心 冷氣心 保養的 再來就是水棒譜 原廠的水棒譜 然後再來就是煞車盤 兩個 對 因為前面的還可以 後面的已經花了 好吧 那我們就先從煞車 跟Liacham那邊先換吧 好吧 走吧 這是什麼工具啊 這把火塞推回去 歸位的工具 因為我們現在皮換新的 就厚很多 所以要把它推回去 你可以摸摸看 外面勾比較深 裡面比較深 有 怎麼了 沒有啊 試一下走程有沒有壞啊 都拆下來了 你用耳多聽 應該聽比較清楚 有喔有聽到 有一個拆拆拆拆拆拆 對喔 我們現在拆成這樣子 現在要走程 正常的走程不會有這個聲音 我們再看另外一遍 你看這邊也有 喔這邊好像比較大聲 對喔 這邊比較明顯 有喔 所以我先叫吧 這個沒換你也沒辦法走 好啦 兩顆 這隻舊的 有沒有 有喔 破了 新的 整隻亮亮 整隻亮晶晶 整隻亮晶晶 這邊的舵板 把它拆起來 有喔 就這一顆 這一顆再晃 上下 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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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就不會 整隻是緊 好 好了 它就是這樣 你手可以摸這裡 有沒有 一格一格的 一格一格就是走程壞了 嗯 新的 噠噠 新的就長這樣 然後把它裝回去 就搞定 上面的油 先把它洗一洗 洗掉 你看裡面多脹 喔全黑的 全黑的啊 所以要盡量把它清乾淨 清一清 然後我們再用煞車油把它帶出來 好髒喔 看會不會有髒東西扶出來 扶出來 我們剛剛進去是乾淨的 哇 現在變這樣 還要再洗一次 就一直洗啊 洗到乾淨為止 嗯 對啊 就是要把那些 髒的流出來的東西 讓它流久一點 讓它飄起來 然後我們一次把它洗完 就是要等到抽到 它都不會有這些東西 才有辦法開始放 借煞車油 對 好髒喔 前面看起來很乾淨 後面看起來髒透了 哇 好多 為什麼有落葉啊 對啊 這是外星啊 這台節氣門會不會很髒 很髒 為什麼 我已經對它們信心了 現在我們換的東西 它還沒有一個是乾淨的 對不對 沒有一個是看到 不用換的 嗯 蠻髒的 就是沒有一個乾淨的 這個不用 這不用撐開 就看得出來是髒的 很髒耶 對不對 嗯 你看外面這麼厚一層 解氣門現在打開了 非常的精彩 超髒耶 好像黑洞一樣 對啊 現在要換那個皮帶水幫浦 所以我們把這個拆起來 皮帶就在這 非常的長 你看 你有看到這麼長的皮帶嗎 沒有啊 這麼長耶 這麼長一條 你看 那你看還是原廠 原廠皮帶 所以它這一條應該正 看起來是有換過 檢查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在上面檢查不到 這個就 傷到了 有點 我看我們還是把它換掉好了 連接的地方翹起來有沒有 中間這一橫 已經開了 我們就換掉好了 水先漏 在漏的同時我們就可以拆上面 因為我們都洗乾淨 該斷的都斷了 你看 你看 一拆起來都脆掉 要多硬有多硬 你看 脆了 這個硬的 慘了 這個就不好拔了 你看這一節還斷在這 我這個要小心拔囉 不要掉進去引擎就好了 我盡量挖完整一點給你看 來試一下 用手捏捏看 是 這就要洗鳥蓋了 最精彩的 好 舊了 這個做的 你用手摸 有沒有 有件事啊 這個舊了 就把它換掉 唉唷 擦隊友可以囉 嗯 非常乾淨 這樣等一下就可以漏 等一下先把鳥蓋裝完 再來就是裝烤鵝 烤鵝如果壞掉會怎樣 就會點火不順 車子會抖 就是俗稱的SAKA SAKA 就是會不正常抖動 會抖到你一定有感覺的 來吧 來吧 我們先從最遠的開始漏 它流出來的油是乾淨的 就 就表示我們把乾淨的油抽出來 抽出來的油 慢慢裝的 可以吧 這裡 這裡 你看 乾的 有沒有 清乾淨淨 但沒有肉 好 耶 水路這樣基本上就跑好了 對不對 有 跑好了就等明天冷 我再補水 那我們就可以把下滑板裝一裝 然後 剛剛我頂起來看嘛 看 確定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水箱蓋 蓋下去有壓力了 看一下那個水泡浮有沒有漏水 其實都沒有 乾乾淨淨 你等一下再看一下 然後我再鎖下滑板 好 對不對 好了 好我們直接來看重點好了 我們為試車的車手反應 有一個問題 說他今天遇到了 引擎聲音大 沒有冷氣 然後會提速 那我們剛剛檢查完墮輪 墮輪都沒有事 他說冷氣沒有冷氣 我就檢查 冷氣的壓縮機 你注意看 有沒有聽到聲音 喔有有有聲音 然後這個鐵都燒紅 都脫漆了 它的離合器整個咬在墮輪上面 所以一直磨 一直磨磨到它壞掉 那我們等一下會把它拆起來 然後看裡面 它的活塞啊 有沒有受傷 對阿如果有受傷 就是壓縮機 連冷排一起換 沒有受傷就換壓縮機就好了 好 Let's go 好 洗我 沒聲音了吧 YES 阿國我們今天要請哪裡 去BC 去換臂鎮 BC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也不一定會了解 但是我帶你去看你就知道 好 所以我們今天直接出發 他們現在是在檢查車子的外觀 他們現在是在檢查車子的外觀 然後還有些東西要雙方確認一下 檢查完就可以安裝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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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